我们看一下单选27这一题 那这一题的话呢 现在有两个圆 那夹就是沿着大圆走 它走什么 走四分之一圆到达这里 那乙的话呢 沿着小圆走 走半圆来到这里 所以这是夹 这是乙的位置 好那我们现在想要去问这两点的距离 就是AB距离是多少 那首先呢 我们先把这个圆心先画出来 圆心其实会在这个切点上面 好那大圆的半径是8 所以这里的话 走了半圆 所以这边是8 这里也是8 小圆的半径是5 那所以这整个直径是10 所以这一段的长度会是2 好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用必识定理 所以这个AB的长度呢 就是根号8平再加上2平 就等于根号64加4 根号68 所以答案就是这个选项C 好所以主要掌握的概念就是说 我今天有切点的时候呢 我沿着切点做一个这个垂直的线 其实会通过这个圆心 它再用半径的关系就可以求出来 再用半径的关系就可以求出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